中国以往关于北洋水师甲午海战的某些研究 由于无法从技术上解释失败 什么意思呢 说难听点 就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人不懂海军 他对于军事来说他是外航 所以他一味的将北洋水师失败的原因 笼统的归结为军人的胆小无能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而去寻找各种负面材料 把这支军队黑暗化 仿佛替换一名提督几名舰长 或者是换一批军人 这场战斗就能够获胜一盘 但是客观的了解到北洋舰队 此战无论在军舰的样式 航速火炮的数量 硕速炮弹的供应和效能 甚至煤炭的质量方面都落后于对手 什么意思 那个时候的船是烧煤的 北洋水师的那个煤 碎煤 它这个煤有什么特点 第一燃烧不充分 所以它提供的动力有限 第二那煤冒黑烟 当然是煤就冒烟 蒸汽机是煤就冒烟 但是因为它那个煤是劣质煤 所以那个烟冒的特别浓 大家想在海战当中 如果您那个烟 你是一支舰队 每条船都拖着一条黑烟的话 对方老远就能看见你 我还没看见你船 我先看见你那冒着烟呢 对不对 先看见你冒着烟呢 日本 您去研究甲午海战 日本联合舰队发现北洋水师 比北洋水师发现日本联合舰队 早了一个小时至少 因为那冒烟 对不对 日本联合舰队也有烟 但是那烟比较轻 烟比较轻 那除非说你近距离观察 你能看出来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置敌先机的问题 对吧 就连这个都落后于对手 我们无法想象换一个提督 换几名舰长 或者换一批军人 能对这次海战的结局发生质的影响 什么意思呢 大概这位学者就是认为 中国在甲午海战当中的失败 很难避免 就像在鸦片战争当中 中国的战败是无法避免的一样 因为你是用大刀长矛 对付英国的洋枪洋炮 你跟人家有代差 那你说林泽徐 一直被道光皇帝重用 中国就能在鸦片战争当中获胜吧 林泽徐是民族英雄不假 林泽徐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不假 但他不是神呢 他弥补不了中国 当时跟英国在各个方面 存在的巨大的差距 因为人家是个近代化的国家 你是个前近代化的国家 对不对 那你靠个人的 而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 人为的因素 而忽略这个客观条件的话 他就容易让我们忽略 我们在战争当中失败的 最主要的那个原因 我们忽略了这个原因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下次你接着办 因为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败的呀 你以为你用对的人 你下次就可以不败呀 对不对 那我要问一问 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 一而再再而三的打败仗 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可用的人呢 一直找不到可用的人 那你不能解释吧 对不对 你没法解释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你落后了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会落后呢 我们看恩格斯说的这段话 是吧 我们刚才讲到军舰这个事 海军 他说现代的军舰啊 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 也是现代大工业的缩营 它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 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 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 更依赖于经济前提 要获得火药和火器 就要有工业和金钱 总之暴力的胜利 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 而武器的生产 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 因而是以经济力量 以经济情况 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你要想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一定有发达的经济 我们知道我们洋务运动 从学习方从哪开始学的 四个字 尖船力炮 当然学习方这四个字是不够的 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想 尖船力炮这四个字 难道就像它的字面意思表达的那么简单吗 你想有尖船力炮 你得具备点什么呢 我这么想 我这么瞎分析 你要想有尖船力炮 无非是两种途径 第一 你自己能造 对不对 我自己能造出来 西方最开始能造 慢慢我也能造 我能拉平跟它的差距 甚至后来居上 那么你要自造 这是一条途径 还有一个途径 我短时间里造不出来 那我就花钱买 对吧 就花钱买 就这样的情况 自造 需要近代化的生产能力 对吧 近代化的生产能力 无非来自于官办和民营的两种经济成分 这两者缺一不可 官办一般来说资金力量比较雄厚 对不对 但是在管理上相对来说差一些 而民营的效率会更高 好 这呢 当时中国不太具备 好 那你就得花钱买吧 如果外购的话 它就需要有比较充足的财政能力 政府的财政能力从哪来的呀 政府的财政能力 首先要以发达的近代经济为基础 政府的财政是从老百姓那收税收上来的 对不对 它先得有那个会下金蛋的鸡 所以首先得有发达的近代经济 是吧 同时要有一个连接高效的政府 你把钱收上来全给瘫了 全都漏到个人腰包里了 那你同样也没有钱去买军舰啊 对不对 好 这两个途径 二者必具其一 一旦有了之后 你才能成军 重军又涉及一系列的什么战略战术思想 训练装备军事 人才培养等等等等 最后您才会有那个真正的尖船力炮 这是个系统 北洋水师的船很少是自己造的 基本都是从外国买来的 你在短时间内要解决海防问题 当务之急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得买 买就得有钱 那么一时就有个问题啊 北洋水师一共花了清政府多少银子呢 是吧 有人统计过 说建设这支舰队全部开支 20年啊 北洋水师从酝酿1874年开始 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 中间整整20年 对吧 这20年海防写想 购买西方军舰的费用 以及军舰官兵的新粮燃料油修费 一共用了白银3500万两 就用在北洋水师这 对吧 3500万两 这3500万两白银 仅占同期国库开支的2% 没花多少钱 咱们中国近代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对吧 办正事的都没钱 打败仗之后一赔款 钱全出来了 对吧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这么一个事 人家逼你刀架子脖子了 赔不赔 咱给我卖铁 你也得把钱 抽齐了给人家 对不对 但是没事的时候 干这个也没钱 干那个也没钱 很多朋友一定听说过 说这个慈禧太后 挪用海军经费给自己修伊合园这个事 对吧 有没有这事 如果真有 他挪了多少海军经费 给中国的海军建设造成了多大影响 他是这样的 我谈我的了解的这个情况 这个事多少有点以讹传讹 但是海军经费被挪用 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 太后这人呢 一到他过整事后的时候 中国就要打仗 而且必打败仗 1874年 他40大寿 日本侵略台湾 1884年 他50大寿 中法战争 1894年 他60大寿 甲午战争 1904年 他70大寿 日俄战争 日本在和俄国在东北开打 一过整日子 一过整寿 中国就打仗 而且都打败仗 大家知道这个太后啊 他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听说过垂帘听政 是吧 当时垂帘听政 在前面的小皇帝是谁呢 光绪 但是你不能永远垂帘听政 这个光绪皇帝 1871年生人 他总有成年的时候 他一成年 你不管怎么着 你再怎么贪恋权势 老太后也得归正于光绪 对不对 因为垂帘听政 是一个没办法的这个事情 因为皇帝太小嘛 他当皇帝的时候 还穿着开裆裤呢 生活不能自理 那你让他处理朝政 不可能 你就得垂帘听政 但是人家总有 成年的时候吗 你那时候 你至少在形式上 你要把权力还给他 你把权力还给他 就意味着 咱们现在说 他要退休啊 对吧 退休 你那就给他找个地方 遗养天年 清朝啊 他是这样啊 就从最初入关以后 大概从康熙开始 清朝的皇帝宗室 就这些什么后妃 爱住园子 不爱住宫里 宫是哪 那紫禁城 这个咱们朋友都知道 都去过紫禁城 那地方 您觉得住着舒服 肯定不舒服 那大殿里面 那阴森的那种状态 就包括他后边 那个皇帝 什么秦清宫啊 什么交太殿 那些地方 我觉得都住着 不是很舒服 比较起来 他们愿意住园子 那当然我们知道 最著名的园子 是什么呢 圆明园啊 对吧 圆明园啊 在西郊 西郊有一个园林区 什么圆明园啊 清宁园啊 等等这些 他们愿意在那个地方 慈禧是见过圆明园的 就是他当初 是咸丰皇帝的义贵妃 咸丰皇帝就特别爱住 圆明园 对不对 但是后来的圆明园 让英法联军给烧了 我觉得大概 对于这个慈禧来说 他心里就有个园林情结 是吧 将来有一天 我把这个大正归还给光绪皇帝 你让我跟他一起住 在这紫禁城里边 一个是他不乐意 另外一个肯定他不舒服 对不对 光绪皇帝 您揣摩他的心态 他也恨不得给您个园子 您他的师傅在那待着去 别老天天在我跟前啊 对不对 我得亲政啊 你要在我跟前 这国家大事 你说我请示不请示啊 是吧 就那样 他到了园子 我还得请示 你更不要说天天在我跟前晃 是不是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还有中国人最讲孝道 那光绪皇帝张嘴亲爸爸 闭嘴亲爸爸叫着 现在您这亲爸爸要退休了 你怎么也得给修个园子吧 是不是 所以最开始慈禧呢 他想的是重修园明园 我们打托盘啊 是吧 好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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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我 我 我